本台向中国大陆播出讯号自上月16号被欧洲卫星公司中断以来至今没有得到恢复 中国问题专家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指出 事件肯定和中共举办奥运会有关 因为自由媒体是他们最害怕的 经科报道 虽然欧洲卫星公司以技术理由停止了新唐人讯号的播出 但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指出 欧卫在奥运前敏感时刻关闭讯号 说明欧卫公司一定和中共之间有交易 他们就说要不惜代价的把这次奥运开得很成功 很漂亮 不发生问题 很多人捧场 欧卫这个事件应该是属于他们总体的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天下的事没有那么巧的 这么些脸都不动 对不对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奥运之前动 除了新唐人之外 另外一家独立媒体希望资深电台的讯号也同时被中断 金钟认为 这是因为只有法轮功学员创办的自由媒体 才能抵抗住中共压力 海外的媒体 这个剩下的自由媒体也并不多了 所以现在只有法轮功又有相当大的势力和影响力 又不愿意低头 那当然法轮功就成为他们主要的打击对象 对于中共为何这么害怕独立媒体 金钟认为这是中共独裁本质所决定的 他们只有依靠谎言才能维护统治 但他认为中共的打压不会奏效 他并支持各界捐款购买自由卫星计划 希望新唐人能够尽快恢复对中国大陆的正常播出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